他的题目题目在这边 可以在中的那我们需要的档案 在这额外的这边要另外再开了 所以把这个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要做完的就是从那个D4 一直到H4这个范围 这个是我们总共会有五个题目 那这个五个题目要怎么快速做完 像到底这个股东他能够分配多少股数 是根据他的业绩去查什么呢 查他业绩 他业绩多少1450万对不对 查1450万 所以他可以配三万五千股 OK 但你不是用眼睛看了 八百五八百九十万 你总不能八百九啊 这边又两万 那你用自己填的吗 所以不是用去叫你用那个 那用看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查 那怎么查 这里的话 因为配股数量表 他的栏位的名称在上面 所以这个地方显现应该是用什么 VILO函数来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有关那个现金股利啊 税率啊 还有扣罪的现金等等排名 这些呢 其实题目里面都有说明 那怎么去把这一题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他其实呢 会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其实就建立什么 范围名称 也就是先把名称定义好 之后呢 如果你要存取某个范围 就按F3 所以先把那个总共几个范围完成 他说第一个把C1命名为总发行股数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呢 其实A栏的话是股东系名 其实就是把其他的栏位通通建好名称 不只是A栏 其他栏也可以把它建立名称 再来配股数量表 然后还有税率表 所以基本上 我们把第一步先把名称建立好 那名称有哪一些 先切到公式里面 那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档案预设 这个公式表预设有哪一些名称的话 你可以先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那干脆把这些全部删掉好了 我们把名称全部重来 OK 因为他如果本来已经有了 那你不知道哪一些是你家的 哪一些是 那个那个 就是原来有的 那会搞不清楚 干脆我们重来算了 那重来要建哪些名称 一 总发行股数 后面这个数字 那所以如果你要定义前面的名称 几个方法 这个上面在这里打字 不过你要打总发行股数 这是一个方法 这边可以把这个名称复制贴过去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快 比较快的方法是 有没有放这里 上面有个定义名称 你会发现 你按定义名称 公式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把前面的名称带过来 那冒号不会过来 只有名称按确定 这个范围就是总发行股数 这个范围定义名称 就是分配盈余 然后呢 股东姓名就是底下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这边总共有几栏呢 总共有八栏 全部呢 产生有八个名称 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底下 他们所有的这个范围的话 那我第一个先把那个 这个范围选起来 游标放A3 Ctrl-Shift-向右 再向下 向右是向右选取 向下是向下 意思是全部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记得啊 连那个上面的栏位名称也选起来 利用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特别这样 那这个顶端列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上面总共有八个栏位的名称 自动产生八个名称 对应到下面的八个范围 OK 这样比较快 OK 你不用一个个慢慢做 那你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 股东姓名 对照到下面 原有股数 就下面 你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 名称管理员点一下 股东姓名 看一下 股东姓名 那范围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 选了之后 游标点下面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点下面的时候 他就有个虚线 A4到A58 那写界应该没错 那如果还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哪 原有股数 原有股数 在这里 对应到哪里 这个 点一下 有没有 B4到B58 如果范围 有没有 所以这样建立名称最快 如果有八个栏位 一下全部建好了 如果你有很多蓝 反正以后按F3 他名称就带出来了 这一招会蛮快的 所以我们已经建了一个名称 两个名称 总发行股数 分配盈余 然后 游标放这里 Ctrl-Shift向右向下 又八个 所以总共十个 再来的话呢 这边配股数量表 定一个名称 请你把配股数量表 这几个字 Ctrl-C 点两下 Ctrl-C呢 把这个范围 建立一个名称 叫配股数量表 就是跟这个工作表 名称一样 那怎么建会比较快 那你这边可以定义名称 直接把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刚刚这个地方贴上 按确定 或者是说啦 像我的习惯 其实好像点这边 跟做在这里 其实是一样 所以我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贴上 Enter 在这里也可以 定义名称 或者是这边 都可以 不过这里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 输入之后 忘了按Enter 没有按Enter 就是不会输入 OK 所以名称 这个范围 就要配股数量表 那这个范围 这个Ctrl-C一下 把名称 少大三个字 那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这个范围呢 我们叫做税率表 Enter一下 好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 第一个 那名称观念里面 现在全部删掉 那我们就建立了 两个名称 有没有 再加八个栏位 再加配股数量表 还有税率表 记得范围不要定错 定错 等一下你怎么算都不对 第一个名称要定义 定义好之后 切回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后续的动作 那后面还有哪一些需要做的 再来就是二 分配股数 所以第一个 刚刚做的是第一个 重新命名 待会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分别应该就是总共有 后面几个栏位吧 然后后面几个栏位呢 怎么样把后面的这一些栏位的资料呢 分别建立好 画面先画 你给我一下 试一下